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瑞超 小五是你的亲生儿子 用得着这么嘱咐吗 他不是我儿子 打今儿起 你就是任何庆的学徒 对对对 学徒 新来的学徒 小五啊 不听他劳得 走 拜拜领你到处转转 好 这么大人了 还用别人领的 自个儿转去 刘拜拜 那我先过去了 好 拜拜再见 爹 我先下去了 瑞超 小五是你的亲生儿子 你是不是也太爱了 不知道 这孩子 打巧就犯命 凡事没个礼节 跟我一点都不像 倒是 那孝心的孩子 那孩子的脾气秉性才像我 哎呀 都是你的亲生儿子 可不分好坏啊 不说了 哎 你跟我说的那个事儿 哦 我是想啊 眼瞅着咱这生意越做越大了 今年去库仑的骆驼都有一百头了 可到了库仑呢 现进货 现出货实在是来不及 我这琢磨着 这库仑那边是不是该开个封号了 这事儿我也琢磨很长时间了 你不光是库仑那儿要开个分号 恰可图那边也不能扔下 哦 还有 沾沙口这儿 我想再分他出去一个茶庄 一个绸布庄 咱人和庆啊 只做这些个皮毛生意 其他一概分出去 什么都搅合在一块 好是好啊 可人手不够啊 这两个庄子谁来管啊 这又不是啥大事儿 你也怕人手不够 天底下能人多的事 咱还照老规矩 只要请来 咱就给他分骨子 你也怕他给你有点心 光靠自家人呢 这买卖你啥时候也做不大 好 那我找个合适的人选 然后再找个合适的铺面 咱给天津玉和星做的皮褥子咋样 我去皮房看过 正坐这儿没 你在催催张婶 咱这么快发起来 不全靠人家玉和星啊 咱不能让人觉得咱没信任 好 我再催催 还有个事儿 你去请个先生 我想啊 让先生带着孝心他们几个孩子 在家读读书 你回头把你的孙子外甥一块带过来 真的啊 那感情好嘞 瑞超 瑞超 我正为此事发愁嘞 你告诉张师傅 让他把他的孩子也一块带过来 好 好 我这就去办 爷 爷 去去去去去去 走开 走开 给口吃的 给 给口吃的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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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好 行行好 给口吃的吧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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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走吧 快点走吧 给口吃的 行行好 行行行 走走走 走开 干什么 干什么 干什么出去 出去出去 给口饭吃 给他拿点饭来 好嘞 行了 走吧 再给口酒 给口酒 给口酒 你吃的还挺全会 是吧 没酒吃便饭 再不走我就让人把你扔出去 我给您跪 给口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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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磕头了 磕头了 醒醒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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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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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酒了 师父 停一下 哦 陈棍 你 你咋成这样了 你王管 爷子的人呢 你赶紧走 那 十三响呢 他咋不管你呢 你别跟我提十三响行不行啊 你去我给你急啊 你赶紧走 爷活儿好着呢 走跟我走 起来 快点快点 起来快走 别在这儿嘚瑟了 都还能吃吗 不要了 快走 这边到了 大奶奶 你回来了 这不都跟你说了吗 以后别叫大奶奶 听着别扭 是 快走吧 我给你盛饭去 别看了 快走吧 看啥呀你 成这样来 倒是吗 妹子你混得不错呀 走吧走吧 姐 我正要去西园子 这是谁呀 媳妇 我是陈棍啊 孙陈棍 姐 你把她领家来干嘛 哎呀 我 我看她在街上正要饭呢 你看她这样 也 也怪可怜的 我就把她带回来了 行花 我可想你呢 都这样了 这咋还不要脸呢 不是 我说的是真的 行花 你胡咧咧啥呀 孙成贵 你要是不饿的话 你走 你快走吧 行花 甭打理她 你走吧 你赶紧坐着 我给你盛饭去 行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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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越长越漂亮了 不要脸 行花 你声音还那么好听啊 二奶奶 这事长大戏 咱快点 快坐那吃饭吧 妹子 你混得可真不错呀 享福了你 赶紧吃吧 妹子 没酒啊 没酒吃不下饭呢 妹子 没酒吃不下饭 李嫂 拿点酒来 拿点好酒啊 你跟我说说 你咋成这样了 那雨线的皮房让你卖了 张家口的铺子也让你卖了 你不是挺有钱的吗 咋混成这样了呢 都是她娘的十三祥给折腾的 咱没服啊 本来想拉个蛇盘兔 她娘的心是站不住啊 她娘的 你就别臭皮了 你跟我说说 那十三祥把你咋了 行了 李嫂 你去忙吧 你让我说你啥好 妹子 妹子 我来 妹子 你快跟我说说 那十三祥到底把你咋了 她娘的 把白爷钱全全走了 拿去开窑子去了 她咋这么没良心啊 她娘的不光没良心 她连人心都没有 好 怕不让爷爷去找了去 还让伙计打我 那孩子呢 在她那呢 在窑子里了 啥 你们 你们咋能让靖叔住在那种地方呢 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 又少了一块 娘 我看你啊 还是别挣了一些美心钱了 改行做点别的吧 说什么不招待的话呢 挣美心钱 你不想死你娘养活了多少人啊 你要不干 那多少人饿死 林家妈 干什么 我不让你敲门嘛 多少次了不长脑子 进来 林家妈 来课了 什么课啊 她 她说非要见你 非见不可 非见我 等着吧 这下面是哪位规客呀 这不是日常兄弟吗 你来这儿干什么 你这儿不是窑子吗 咋的 我不能来啊 能啊 能啊 哎呦 哎呦 日常兄弟啊 好久不见 一看就发大财了啊 大财谈不上 还说得过去 靠自个儿的本事挣钱 心里头踏实 我早就说过 日常兄弟能干 发财啊 是早晚的事儿 我没说错吧 要不是你跟孙城棍坑我那家伙 我早就烦了 哎 冤枉好人啊 我没什么时候坑过你啊 快坐吧 上茶 日常兄弟啊 我跟你说吧 我一直都在跟我家城棍说啊 让他对你好点儿 别亏待了你 可是他那个人啊 就没什么本事 嗯 就知道造钱 要不是我抓的钱啊 哎呦 早喝西北风去了 那他现在也好不了哪儿去啊 满满就要饭了 你可真是行啊 那么大个家业 一眨眼就成了你的了 我怎么了 我年纪轻轻的 我就跟了他 我还给他生了个黄花大闺女 他自己没本事 他不能让我干点啥 你们的事我不想管 我也管不了 我想跟你说说静叔的事 静叔 娘 我劝你啊 我劝你啊 还是把爹找回来吧 不管咋地 他是我爹呀 娘 要是把爹找回来 你俩一定要好好活啊 你俩 你干嘛 我 我 你 别叫我 别叫我 你就直说吧 你为啥要打我家静叔的主意啊 啊 静叔的孩子也不小啊 他不能整天住在这儿吗 我想让静叔啊 跟我们住一块 他还能跟小婉他们一块念念书 那多好啊 王日常 你有话直说吧 你到底 你 要对我们家静叔怎么样 你 你这个人不要把别人想的跟你一样 我跟程霞无非是觉得这孩子大了 一个女孩子住这儿不合适吧 你就拉倒吧你 啊 你还有那好戏 你当年把我的信花给我拐跑了 现在又来打我静叔的主意 说什么 你 那我现在看看静叔总可以吧 不止这儿 这是窑子 想嫖的话拿钱来 上楼去瓶去 不想瓶的话就给我走人 霍鼠老给鸡拜年 没按什么好良心 想占我的便宜啊 没门 哎 闺女是我养的 我想怎么养就怎么养 还用得着你在这儿操心 占便宜 没门 又几个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当年就该一把药连你一块弄死 静叔啊 是不是你偷偷找他去了 这么早睡觉连花也不休了 静叔啊 静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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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来version x200 是 快点 一再把东西了 是什么的 快点 快点 快来 居然 追 快点 靳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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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靳叔 你别吓唬你啊 靳叔 你醒醒 靳叔 小耳朵 小耳朵怎么了 小耳朵 小耳朵欺负你了是吧 去 把小耳朵给我找来 甭找了 他跑了 什么 他跑了 跑了 小耳朵 你这个却咋得呢 我的钱哪 SD 多捅 僕 可以 多捅 我 你是什么 妹子 妹子 给我求求你 给口羊羊愁吧 你还算是个人吗 我求求你了 求求你了 给口羊羊愁 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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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你了 我受不了了 黄世成 你想干啥 你 你松手 你 你敢打爷 爷给你没完 你松手 松手 走吧 臭羊羊 有钱了 有钱了 救药羊 有钱了 救药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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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证 小耳朵 你们两个确得的 这活儿来偷我的钱呢 不要去告你们了 娘 你别哭了 月上姑父不是那样的人 你也是他们一边的 等我好以后 我好了以后 我就一个一个地收拾你们 娘 你瞎出什么呢 我的那个钱呢 王瑞昌 我诅咒你 诅咒你别这蛋傻子 小耳朵 我诅咒你 诅咒你 辣耳朵 你是不是要偷偷跑去找王瑞昌了 娘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我没有 那没有他怎么冷不停地来咱们家 那我咋知道咧 天上的呀 我的钱呀 惊得死我了 停 到了 大奶奶 这是妓院 是不是走错地了 没错 就这儿 等等等等 你找谁啊 十三想在吗 令家妈她病了 谁也不见 我是靖叔她小姑 麻烦你跟她说一声 就说我想跟她商量商量 把靖叔过去给我 令家妈真的交代了 她谁也不见 麻烦你了啊 好好好 快 快里边行里边行 娘 我跟你说 真的是小耳朵干的 不是瑞昌姑父 你个死孩子 我白哑了 你可不得我还乖 娘 你别哭了 令家妈 干嘛 令家妈 令家妈 靖叔她小姑来了 真的 娘 咱们下去看看吧 令家妈 她说给您些钱 把靖叔过记给她 钱 给多少 她没说 你来了 十三响 我想跟你说点事 我们坐这边吧 好 给你写啊 上茶 十三响 我来 是想跟你说说靖叔的事 昨天陈棍到我家去了 我才知道靖叔住在这种地方 你喝水 我跟瑞昌觉得 靖叔一个丫头家 老大不小的 在这种地方住着 怎么了 住在这种地方怎么了 你看着不顺眼啊 我们可是靠着这样的地方 吃发 穿衣 活着 在这说了 人活着 都是贴注定的 那人还能跟命着啊 不是 我是 我跟你直说了吧 我是想让你把靖叔过记给我 你开个价吧 好啊 那得给十万 十万向大洋吧 你 你这是 你这是卖闺女呢 我十三响没本事 我不靠卖闺女怎么办 再说了 我养她容易吗 我把她养到十六岁容易吗 你搜搜多少钱吧 十三响 我是跟你说真的呢 小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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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哭啊 不哭 不哭 谁让你才来的 赶紧回房间去 娘 刚才你跟小姑说的话 我都听见了 我不是你的玩意儿 你不可以卖来卖去 气死你 娘 十三响 十三响 你干啥呢你 干啥呢 什么干什么 我自己生的闺女 我想怎么样的怎么样 小哥 走吧 小姑 不让你走 放手 你跟我动手 占不着便宜 静叔 别哭 小姑再想办法 小姑一定接你出去 小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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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她关起来 小姑 滚回去 回去 十三响 杨爷您来了 你可是好久没来这儿了 都是些陈年旧货 没兴趣 十三响 瞧不起你杨爷确实 有这么水灵的妞 也不言一声 您不知道 是我亲闺女 这是我亲舍的闺女 十三响 咱们认识多少年了 我怎么不知道 你有个亲闺女啊 你当然不知道了 平时啊 我都让我的闺女 住在门上 不让她下来的 好好好 亲闺女 什么价 是不得 她的她们不一样的 跟鞋 跟鞋 一百两 成吗 快上楼啊 快 小姐 快点 别走啊 哪儿 二百两 小姐 十三响 你可真有两下子啊 这么水灵的妞 哪儿逃换来的 她是我的亲生闺女 我闺女可是正经人家 和那些买来的粉头 不一样 你要是想玩 我给你找个好的 你的意思 是多少钱都不成了是吗 我可是要指望她 养老送终的 我就这么一个闺女 怎么也得明媒这娶的 嫁个好人家吧 总不能 你的意思 我是用府洋家 就不是那有钱有势的 好人家了 你的意思是 愿意娶她 怎么着 不成啊 我说的可是 这儿八经得娶她的 要给名分的 当六姨态 不吃亏吧 是真的假的 我说过来 少爷 少爷 这是定钱 我今儿带的钱不多 明天再给你送一笔来 老天爷 你真是开了眼了 我十三想要做错 出头了 十三想要 刚才小姐走得急 我没看清 这会儿 我上去跟她说两句话 成吗 那大人 不过 你反正也要取回家的 等你取回去之后 你想咋看就咋看 想说啥就说啥 话可不能这么说 我买个物件还要看成材的 何况 我取的是姨太太 哎呀 杨姨 那你就先等会儿 我上去啊 跟她说一声 我是怕她冲转了你 她性子太急 你慢慢喝茶 成成成成成 快去快回 稍等啊 放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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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看 闺女 快快快 快看 放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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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大的喜事 落到咱娘们头上了 你看看 你这要把我卖给楼下 那个人 哎呦 那个傻孩子 那么不会说话呢 人家可是有钱人 要明媚正娶的 就他 办个老头 怎么可以啊 什么办大老头啊 你知道他是谁啊 哎呦 他可是张家口啊 最有名的杨伯雷 杨公子啊 你知道他们家的银子啊 就是这么一个一个一个的马呀 就能从张家口一直马到北京啊 还能再打个来回啊 你要是嫁到他们家呀 到时候啊 就有穿不完的零锣橱盾 吃不完的山珍寒味 还有带不完的珍珠玛瑶啊 闺女啊 到时候你就想服了 你看看啊 人家这给的订钱啊 看看 白花花的 现在也啊 我不嫁 我要去小姑家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 又不听话了 你知道吗 娘以前啊 就是没有遇见杨姑子这样的好男人 才露得像今天这样 还得自己去找饭吃 杨姑子一会儿要上来看看你啊 我不见他 我告诉你啊 闺女 这回娘就做主了 就这么定了 一会儿他来看你的时候啊 你别说话行 但你不能掉脸子 娘 我不见他 别笑 娘公子啊 我不是让你们楼下等着吗 你这么稀奇啊 早晚都是你的人 你还不如去回家 慢慢慢慢地看啊 杨大姑子 杨大姑子 没你什么事 娘 杨姑子 你你家妈 我可是给了钱的 她可是收我的钱 杨姑子 开门啊 你还真以为她是一年吗 我满了一的你 上看了你 脱了 开门啊 娘 我赶紧车吧 娘 娘 娘 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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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呀 别人 不要 杨大 丧天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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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我得上等 大爷 求求您了 求 我给您跪下 您就发发词词 您老师待着吧 大爷 大爷 求求您了 咋的 孩子们都吃了 这下午吃剩的 是 来 给我 别吃了 咋了 还不是因为那盖死的十三想 他咋说的 我跟他说呀 给他点钱 让他把竞数过几过来 你猜他说啥 他一张口问我要十万 这不讹人吗 你说 这孩子真是可怜呢 早就胎了这么个娘呢 这有啥法啊 那闺女是他的 他要不撒手 咱还能抢啊 那闺女是他的 也是孙承贵的呀 你啥意思啊 你去把竞数接出来 我带他回宇县住些日子 等时三想消停了 我再好好跟他说 妹子 你这这这 咱给这几个字啊 还不够哥 丑口洋烟的呢 那竞数可是你的闺女啊 那那那是 那是你让接的 又不是我要接的 这些你先拿着 等你把竞数接出来 我再多给你五块钱打烊 这这这这真的 你可说话算数 说话算数 行妹子 那你等着 你等着 爷爷先扯口洋烟去 你把钱准备好啊 杨将是黎大 咱们就是想告 也搞不动他 娘知道你在怨我 可是娘也不知道 她是一个说了不算 说了不算的东西 你要是早知道 她是这么个玩意儿 说啥也不答应 我呀 说啥也不答应 你还在 ye ng 你听那你说说啥也不答应 老天爷 给咱们值得一条活路 以后你就跟着娘 把咱们这个家 撑起来 爹 进来坐坐吧 再来走啊 爹 再来啊 行行啊 给口吃的吧 甘雪 那个药办的又来了 甘雪 谁啊 谁啊 甘雪 去去去去 出去 你让我进去吧 你让我进去吧 走 石太祥 你看娘子 把门开开 石太祥 你这娘子 赶紧把门打开 石太祥 你这娘子开门啊 你等着 石太祥 你这娘子等着 今儿他们也把衣服脱光了 你这娘子不嫌丢人啊 我他妈也不嫌 你爷他妈更不怕 今天你要不让我把靖叔带走啊 你等着 爷就全脱了 你等着 他娘子 石太祥 你他娘子开不开门啊 甘雪 你不开是吧 行 开门 那爷爷接我 那他进来 哎 这招还真他妈灵 进来吧 靖叔 爹 闺女 闺女 你 你咋呢 他没怎么 就是生病了 你 你咋病成这样 爹 我不能给你送中了 你用不着 你爹活得好了呢 就说 爹是来接你的 真的 真的 那你现在就带我走 走 你 你们去哪儿 你管不着 看不见你的地方 走 石太祥 放下 石太祥 你你你你你娘子给爷让开 石太祥 赶紧给爷让开 石太祥 快走 就在这儿躺着 你你他娘子不让开 爷继续拖下啊 你等着 拖 拖 你你你你以为爷不敢呢 啊 静叔你等着 石太祥 你他娘子不怕丢人 爷他娘子也不怕 娘子 我拖了啊 石太祥 你娘子让不让我接近书走 不让 爷他妈接着拖 哎 哎 石太祥 你下来看看啊 你马上脱光了啊 哎 我真特别脱光了啊 石太祥 告诉你 我真脱光了 哎 六条 爸爸 哎 该你了快 其实我手机怎么这么背啊 哎呀 一次都给你了 你当然了 哎 唉 令家妈 你咋的 情初他 还是不吃啊 小不开啊 哎 哎 令家妈 你把那工钱给我 我一想走了 哎 哎 哎 我真扫念 怎么一个个的 都不给我一条心呢 咋的了 李念妈 我这寻思着 咱这也没啥生意 耗着也没啥用啊 这些日子是没什么生意 让我拿什么 给你算工钱的 李念妈 您这意思 我那工钱就不给了 没有 没有啊 李念妈 当初竞书的小姑 要来过级竞书 答应给你钱 你死也不肯要 那怨谁啊 你道道什么呢 李念妈 你干啥去啊 李念また 零 什么 你 jaw 什么 我 你 不行 我 你找谁啊 这不是王日畅的家吗 是啊 可是老爷不在家 只要我妹子在就行了 上看 大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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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客战了 看看你这小日子 过得还挺不错的嘛 谁算下啊 你找我有啥事啊 我就是来问问 你上次说要 过进我家敬叔的事情 还算数吗 算数 算数啊 咋 你想明白了 就那么回事吧 其实吧 我觉得我家敬叔 在这种地方也不太好 可是呢 我也没有办法呀 你要是想明白了 我一会儿就把敬叔接回来 你要是想敬叔了 随时来看他 这不挺好的事吗 是挺好的 不过咱们还是 先把价钱赚好吧 反正那十万块 我是没有 没有啊 你说我这么大的闺女啊 也不能白养啊 要不 五百块 五百块 我给你五十块 五十啊 我这么大的闺女 真的白养了 那么跟白傻似的 你要是钱少 我再给你加点 六十块 再多我也没有 六十块 六十啊 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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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七十 你给我七十块 我就把敬叔过去给你 七十 姐 我这儿还有点钱 杏花 还是我的闺女这大藤娘 来 娘抱抱 靖叔是我一手抱大的 气势就气势吧 你等着 我给你拿钱 这点头啊 杏龟女真好 停 到了 把椅子给我吧 接什么 还没见到听书呢 那早给 晚给 还不都一样 对吧 扯下位子 走吧 走 来了来了来了 你好 令家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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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鞋 把我这两个妹妹 领到金书房间去 好 你们两个上去吧 请 请 你们早就该来了 赶紧把小姐领走吧 她已经好几天都没吃东西了 金书 金书咋了 还是让小姐呀 自个儿跟您说吧 来 里边请 您请 金书 你 您讲 我在这儿 对我说 快要不考虑 还要不理解她 你咱们 他就要不理解她 你咱们 这儿 サーブ 我就算著你們這個季節應該到這裡來了 我在這裡等到好多天了 我們這一道少就盼得到你這兒來 好好去蹲 守查寿啊 走嘛 走 哈哈 我願去這兒 啊 这 这 我的 哎 巴塔 这是瑞昌 偷我还给你的 还我个啥吗 哎 他说啊 他第一次走库轮的时候 赶紧借了一匹马 一辆车 后来又从你这儿带走了四头骆驼 这他都惦记着呢 现在有钱了 他得还给你 不行不行 骆驼 马 车是我送给他的 不要钱 哎 哎 巴塔 这个我可做不了主啊 你 你不收 我咋办呢 啊 谢谢啊 外面那驮的东西都是给你带来的 不要 不要 我什么都不要 不要 哎 瑞昌说啊 在他最难的时候 是你帮了他 他要加十倍 加百倍的偿还给你啊 偿还什么嘛 包打什么嘛 老官你知道的 草原不要包打的 王瑞昌他是我的朋友 他这样做是赏我的心知道吗 那 那你以后当面 当面骂他呀 反正东西和大洋 我 我给你带来了 不能要 拿回去 是 这 这 巴塔 你真不高兴了 当然不高兴了嘛 王瑞昌他瞧不起巴塔 那 那你以后见面 你当面骂他呀 那 我们也是朋友啊 那朋友来了 你总得给口酒喝吧 今天不能喝酒 喝奶茶吧 这 爹可真够绝的 哈 我们不喝你的酒 啊 紫正 来 拿咱们的酒 啊 哎 不喝酒 不要打开 不是喝酒 哎呀 巴塔 我们这一道上 早就想喝酒了 那 你那总得 让我们喝几口吧 你不知道 啊 阿玛乌鲤鲤王爷 他 升天了 现在不能喝酒 又也是太大 啊 王爷 啊 啊 嗯 那 听听听 那我们就不喝了 哎 徐生 你过去跟大伙说一声 蒙古地的规矩不能坏啊 谁也不去喝酒啊 快点去 快去 哎 哎 好好好 哎 今天啊 让大伙谁也别喝酒啊 哎 巴塔 你们戴的白布条 就是为了这事啊 哎 就是 啊 王爷升天 那 那整个蒙古地儿 都要穿马戴孝的 穿马戴孝 那就是穿白布衣裳 哦 我 我们不穿 啊 我们不戴孝 我们是小王爷先哈大 嗯 我们用那个白布打灵堂 哦 对了老官 哦 呃 白布 你有没有 哦 还有丝绸哈大 白的 有没有 哦 有 有 我多多地要 多多地要啊 哦 齐山 齐山 啊 哎 齐山 哎 爹 哎 齐山 啊 咱们出来多少天了 呃 四十多天了吧 咋了 你没听这八点说 蒙古王爷升天了 他们要上宁堂 谢哈达 那得需要多少白布啊 我琢磨着啊 要不派个人回去 给冬结了 哎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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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想啊 等咱回到了张家口 买货再运回来 那得多长时间呢 哎 哎 咱们要是骑马呢 骑马也不行啊 你想想 咱的人回去 没准别的字号 也知道消息了 这么多的白布 要是消不出去 那不就毁了吗 啊 那得多很多 Ground 都是要愿报告 啊 吧 那呢 没听得到 哦 也载 是啊 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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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 孟王升天 急需白布 掌柜的 咋回事啊 发了 发大财了 小虎 小虎 快把金子带回家去 快点 金子 你可想死我了 给他洗干净了 再给他炖一锅肉 让他好好吃一顿 快去 等等 把他原来的狗窝拆了 给他盖个大一点的 还有 再给金子摆上二底骨子 我一辈子养着他 好嘞 日常 到底是咋回事吗 这事啊 只有你我 还有小虎知道 不能告诉别人 知道吗 我这就出钱去 日常 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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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都想不到 我那条狗啊 给你说个好消息 怎么了 报上说 王大帅 再遭张国暗算 损兵一切 再这么自相残杀下去 王国之日 就快了 就这事儿 你管他们呢 他们愿打 让他们打去 咱们做生意 你说你去 不说了 说着说着 咱俩也得吵起来 我又说不过你 我跟你说说 我的好消息 蒙古那儿 有位王爷升天了 拙令所有人等 一律匹马代孝 你说这是不是好消息啊 你明白 需要大量摆布啊 我合计了一下 咱就是把张家口 所有的摆布 都包园了运过去 那都爬远远不够 你说这是多大的 一笔买卖啊 我这凑不够 这么一笔本钱的 我想咱俩一块儿 把这笔买卖 做下来咋样 还是你独立去做吧 本钱没问题 这么大一笔买卖 千载难逢啊 我现在对做买卖 没有兴趣 那行 啥也甭管吧 这笔买卖我来操办 那咱可说好啊 别让脏了啊 来 干净啊 来来来 给我走 咱们就加把劲儿快点啊 快点 咱们就加把劲儿快点啊 快点啊 快点 快点快点啊 躲里边儿晃不下 放里边儿 里边儿 来这儿 来这儿 来抓 瑞丑 再往上去 瑞丑 一般儿这头骆驼 全定下了 是吗 是吗 你可不知道 整个账载口啊 全炸了赢了 都说咱任何庆 把市面白布买光 那简直是疯了 随便让他们说去吧 等一过了清啊 你看看是谁发疯 是 是 爹 刘伯伯 我回来了 咋样 反正万全县城里能找到的白布 我都要了 一共是七十六匹 那行 只等宣化淮安那边的布一道 才立马去动身 咋 这一趟你真要去啊 这跟往常可不一样 这我要是不去 那么多的货 万一出点闪失了可咋办 是是是 这一趟把好几家的后半辈子全打上了 要不找个标局吧 是啊 放心吧 就早想好了 来 搁这儿 来 东家 来 东家 咋了 金子 金子他死了 啥 他咋死了 可能是累死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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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昌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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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去把金子好好葬了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跟紧点 爹 咱走得对吗 舅 前面是哪儿啊 就是啊 日常 这啥玩意儿 是方向涌的 杨人的玩意儿 你咋也相信杨人吗 杨人 来 后边跟下 杨人领 好 玉政 欢迎 大帅 欢迎 欢迎 大帅 请请请 请请 请请请 请请 请请 这个地方还真不算 咱就住去 对大帅 这就是查含尔都同署 好 请请请 王大帅 人马尽尸 悲痛欲绝 杀身成人了 在下 没有阻拦吉他 王大帅 王大帅 看来国破 旨在旦夕了 现在盐部已经进入张家口 我看 你还是迅速离去 战壁锋芒吧 你呀 还得赶紧离开这儿 你有安全的 苍身之地吗 现在哪还有什么安全之地呀 走一步 算一步吧 要不这样 你去库伦 那个地方天高路远 言不一时还顾及不上 库伦有我的分号 我可以保证你的安全 太好了 我给你写封信 李公子 你还是随我一道走吧 我的家世巨多 不能说走就走 我得安排一下 好 来 走 来来 放这儿吧 用手 好 老爷 你别弄了 打开 是 我 不想要 你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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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你 看 我立马放你走 我不认识什么李蒙党 我知道你不会那么懂我 实的是他 走 你们简直身不无法 走 我要告你们 走 我要告你 走 放开我 走 少爷 我看 你还是早做准备吧 王叔啊 我听老爷说过 你好像十五岁就到我们李家来了吧 是啊 承蒙老太爷收留 十五岁那年我当了学徒 这么说起来 你在我们李家干了已经快五十年了 四十八年 老了 该回家休息了 少爷 你莫不是嫌我老了 不 我不是那个意思 王叔啊 麻烦你 把我们李家的财产 喝茶造册 除了 总号 和库轮 恰可图的分号站坐保留以外 其他的 你就 酌情出让吧 少爷 这李家 这李家这么大的家业 可是几倍人一个子一个子的攒起来的 这岂能 岂能毁在咱们的手上啊 好 好 父朝之下 安有顽卵 卵氏之秋 岂能不足 不足 王叔啊 麻烦你把我们李家 上纸掌柜 下纸伙计 都登记造册 便卖家产的所得之音 按照他们的年限 少爷 都分给他们 少爷 不能啊 就这么办吧 我已经决定了 还不足 别忘了 就也在那里 这些东西 都不说 他还不说 他还不说 我的骨子够多的了 你看你看 还有嫌钱多的呢 年岁大了以后就甭走库轮了 就在店里指引着就行了 东家 我天生就是走库轮的命 你要是把我放在一个地间 非把我憋死不行啊 爹 爹 下午来了 赵爷 就 二龙叔 这 这又是什么呀 这啥呀这是 靳元嫌了腺打羊不够 他们就把平时收来的这些银器啊 拿来抵了口银 外边还好多呢 这事儿也没来得及说 我就自个儿做主了 我寻思着 等咱把这些银器 都运回张家口 再画张口银 那么照样能用啊 咋抵的呀 这成色咋样啊这 我怕成色不足 按一成一 折抵口银分量一成 行 要我看哪 这小五天生就是做买卖的料 是不是啊 不犯夸的 东家 东家 我们跑了好多票号 他们都不收啊 为啥呀 咱又不欠他们力气 哎呀还不是因为 恒泰勇的杨伯雷 咋 又是他们在背后捣鼓 可不是嘛 他跟好多票号都打过招呼 不许跟咱们做买卖 这恒泰勇在库仑可是最大的伤后 好多票号啊都指望着他呢 不敢得罪啊 这可咋办呢 咱这么多的银子 咋往回带呀 咱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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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咱俩 啊 爹 我试试吧 不是试试 你说行还是不行 爹 你放心吧 我能行 李掌柜 我把小伙留下来 你帮着他 在年前 把咱自个的票号搞起来 在年前 李掌柜 你帮着他 行啊 雷掌 那 这剩下的也不少啊 这可咋办呢 李掌柜 你去弄辣大车来 越结实越好 好 静生 百良匹号码要撞 雷掌 你这是 小伙不是说 这些银器运了张家口 还得画成口银吗 那咱干嘛 不在这儿就给他画 走 李掌柜 下午交给你了 放心吧 回去给娘们安 要争气 爹 爹 爹 路上注意安全 保重身体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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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 走 少爷 按您的吩咐 该发的都发了 该走的也都走了 可是有些老伙计们 他们想在临走之前 再见你一面 不必了 汪叔啊 把你那份也拿上 也走吧 王叔你这是干嘛呀你 公子我不走 你这是干啥呢你 你身边不能没有人 让我留下来伺候你 王叔眼下实据不明 我不管什么实据不实据 你要不答应老奴贵死不起 王叔啊 你还是尽快把你的家人 安顿到乡下 一旦实据明了 我再把你老人家 接回来不好吗 别动 别动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你们谁是李旺达 我是李旺达 严大帅有令 传你到都同署 你们凭什么抓人啊 我们少爷犯了什么事啊 王叔 你们不能 别爱白不顾的抓人啊 他们是奉命行事 多说也没用 你看看 你看看 你要是留下来 也伺候不了后宝了 没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 你呀 这家里还靠你 再多照应几天 傻啰嗦 带走 走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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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事吧你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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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来 走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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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姐 姓花 你这一大早去哪了 旺达大哥 让严大帅给抓起来了 啥 咋回事了 说是 说是他跟什么鱼匪有望来 你说真旺达大哥也是个精明人 咱也干糊涂事呢 那 那咋办呢 姐 我就是想问问 咱家现在还有多少钱 也就是瑞昌走之前留的那些 你要干啥 咱得托人救旺达大哥呀 对对对 你等等 我去找 咱都跟上 咱都跟上 牛大哥 对啊 封抬打走不了了 那就停下来吧 你这大伙儿面闭封吧 停下来吧 大家都歇了 耳不呢 咋 上去家伙 明鱼医生 对 把东西扛好 对 把东西都给我扛好了 都给我净了点 快点 快住手 臭家伙 杨 快住手 臭家伙 快住手 臭家伙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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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下来 把车停下来 快 把车停下来 快把银子都卸下来 快把银子都卸下来 你们俩往车拉那边去 快点 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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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银子不能卸啊 东家 你消费我 快把银子卸了哦 卸 卸银子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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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手子剪开 快点 快点 快 快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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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死用 太刀 大哥 大哥快想要忙啊 大哥 快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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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